Hello Holi 你的角色都挺有趣 跟Shiga有一段關係 但你又中間忘記了 之後會不會記得那段很殘酷的往事呢 就要之後慢慢看下去了 有記憶的 因為我想是 我也看過關於創傷後遺症的這件事 其實都挺有趣的 做功課的時候都會看到 原來真的會整件記憶沒有了 所以都 大家期待一下之後的 但是你今次要挑戰做學生 大學生的練習 大學生那個時代又脫衣服 但是 你本身很肌肉型 但是你學生又很少看會這麼肌肉型 那你就要刻意放棄 如果粗肌就要放棄那段時間 是啊 反而減肥 因為那一陣子 因為首先我對手很瘦 然後我站在他旁邊 還有本身的角色都是需要受的 因為那時候去談劇本的時候都會說 其實是一個 這麼有要求的一個 一個有強迫症的一個人 其實他對他去吃的東西 他去餐單都會很有要求 所以他不會是一個肥本的人 所以那時候為了這個角色都減了十幾磅 因為一開始有些人說 我以為你是和黃韻逸是一齊的 因為我是這麼接近的 是 是 那時候有沒有跟著 原來後來現在看到 發現原來你和Siga又有感情線的 你怎麼拿捏呢 這個東西是 看的時候你有沒有自己都很疑惑呢 看的時候都挺有趣的 覺得因為很少人 我沒有 一個身邊這麼近的異性知己 其實我都是靠想像去做 因為一個這麼近的異性知己 究竟是 正常你會有同性的知己 一個什麼都可以談得 但是如果異性的話 那麼多東西這麼近 我想首先的大前提是 雙方都不可以有另一半 這樣才可以 如果不是另一半一定會吃醋 你這麼近 你日日都在他家裡 幫他準備這樣幫他準備那樣 然後可能內褲都是我幫他拿的 這樣 所以我都是靠想像去做 但是真實世界 是真的有這麼近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段關係很有趣 這次戲份其實都挺重 在我印象中 應該都是第二第三個角色 比較重的角色 是的 那你緊不緊張呢 因為你那條線 要跟Siga拍攝 要有幾長的故事 其實緊張 我反而是 怎麼說呢 我反而覺得 很珍惜這個機會 因為 首先 做這一行 入行十五年 都知道每一個機會得來 都很不容易 亦都收到一個這麼有挑戰性的角色 所以 和這次這個角色 比起我平時過往那些 都可能外形上 或者發生事件 在他身上的事件 都比較不一樣 都特別 和之前都沒有試過 所以希望這次又給大家一個新的感覺 都很暖男角色 用公司安排給你 在這一方面是有的 但是他之後可能有些轉變 又不一樣 或者他的遭遇都很不一樣 所以是很興趣的 這個角色 遭遇後來會變奸角 不是的 可能大家的看 不會說 是不是應該穿後 遺跡那裏就寫你是殺手 那你是不是這樣 又事實上 我只是說 去到後面 會有挺大的轉變 這個角色 亦都希望給大家一個驚喜 那你現在都說 你說入房了十五年 現在公司都一直都會有 一些戲份創的角色給你 那有沒有來人都想挑戰什麼 就是跟公司爭取一下 那 因為很多新同事都合起來 一邊攏起來 那你都應該帶壓力 我剛剛拍了根國僑雄 在橫店 第一次嘗試動作戲 是的 過往很多年 就是 人們問我 你想試什麼戲 我都說動作 因為可能恩子丹 都很想試一下這些 因為自己很喜歡看 是的 所以很想試 這次終於試到了 那覺得都很棒 很想再挑戰多一些的動作戲 還有會想試電影 因為入行十五年 沒試過拍電影 是的 很想試一下拍電影 因為現在好像說動作演員 都很缺和 你有沒有覺得 因為自己有興趣 這次試過根國都OK 你有沒有嘗試走這條路 撒出一個月 我覺得 經過這次的經驗之後 會更加去鍛鍊多一些 就是 因為 其實我拍根國的時候 有些位是覺得自己 還不是最好的 就是 很多時候很想做好 但是做不到 那種有心無力的感覺 是有些挫敗感的 就是過程中 但是 所以有了這次的經驗會好很多 是 是啊 還有真的想試一下電影 因為接下來都有機會 去跟電影的導演合作 接下來有一個ICAC 每一集都有不同的電影的導演 所以都期待 上次我記得好像是林蕭賢 林蕭賢 然後再之前優麗圖 所以都好奇 那裡是預料有你的粉 還是都是Casting 有粉的 但是就未知道哪位導演去拍 好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我們成為新鮮 小節 狗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